大家好,我是红鹤 因为昨天跟平台之间的问题没有播 很多很多关注我,支持我的粉丝 也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和声援了红鹤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件事情 就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 我忽然之间想起了一个方法 或者说一个想做的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红鹤兄弟会 喜欢红鹤的人都可以关注我,支持我 在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关注、沟通、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 彼此之间能够由网络、网友变成什么呢 变成朋友,最后变成兄弟的这样一个过程 红鹤兄弟会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把你当成兄弟 你未必把我当成朋友,当成兄弟 我们之间也谈到红鹤兄弟会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红鹤兄弟会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大家呢就通过网络 由网友又看了我的短视频 喜欢上了我 我只是一个符号 只是一个载体 打个比方吧 说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我 比如说福建的朋友 甘肃的 青岛的 青海的 浙江的深圳的这些朋友 做各行各业的 那么呢 我去到线下我们见了一面 我就会告诉大家 我说哎 今天的话呢 我到深圳了 红鹤到哪里去了 到深圳了 然后呢 大家见一面 在这个见面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会有什么呢 有一些聊的啊 人怕见面嘛 一见面 大家都是成为朋友了 不能成为朋友的 也就算了 我们就远离这些人 成为朋友的 那我离开了 你们就相当于在深圳 在全国各地 都有了一个自己 这样的一个圈子 都成为了一个朋友嘛 因为未来一定是圈子的层级 圈子的价值嘛 联系的另一个圈子 那对于我而言的话呢 也是有价值的 对于每个人都有价值 这就是兄弟会啊 红鹤兄弟会的价值所在 他起到一个链接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从第一步 关注我 同时了解我啊 我的身份证 就是我的名字 孙红鹤 你要了解我这个货 我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才能够容纳我 比如说我的性格 你看 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值嘛 为什么 为什么我拍了一千多条 你们会这样对我 其实如果很多很多 有情商的人 就不会这样嘛 是吧 我们来 就委屈求全嘛 不像我 所以说永远都是一个战士 那么有的人就理解 有的人就支持 有的人就认为 这个是一个傻的行为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容纳了我 然后我们彼此的性格 精神 作涉的底线 原则 都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再建一个区 现在我不愿意把我的微信号 把我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私人的联系方式 告诉给大家 大家在这个线上 就要进行什么 进行一个互动 如果互动好了 咱们再加一个 然后再到哪个地方 咱们再见面 这上一个过程 红贺兄弟会的话 从未来的价值在哪里呢 第一个价值就是大家能够建立起各自的一个圈子 那么比如说深圳 这个人我们都共同的认同 那就是深圳学弟会的一个哥们 仅此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复杂的事情 说是不是这个 那个创始那个这个合伙人 没有 没有那么复杂 就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到深圳你就找他 这是咱们红贺兄弟会的哥们 就这么简单 全国的话能有200个300个哥们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哥们周边的话 都有一个圈子 就很简单 那么如何来形成我们每个人的价值 就是我们见面了这些人 就是聊时的吗 说实话 办事就十点聊时科 那你比如说长白山下的野山神 对吧 我们就上那玩去嘛 对吧 那个哥们在吗 招待咱们 那他有一些野山神 或有一些野山神酒 那比如说我们上福建和福州 或者说我们上广州深圳 他们当地的话 有很多很多特产招待我们 那好嘛 那我们就带着手机给人家传播传播呗 是吧 所以这样来讲 这帮兄弟会的人 都会是一个自媒体的优秀的作者 相信红贺能力 会把所有所有每个兄弟会的人 都打造成一个什么呢 跟和和一样 有情怀 有原则的 当然情商很低的 不会乱七八糟 那种事情的自媒体人 我认为这就是价值 我们有一百来个人 就相当于一个历练了 没关系 你们欺负我 欺负不了我的 你怎么欺负我呢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忽然之间 酝酿了一个叫做红贺兄弟会 也欢让大家从第一步开始 给我分享 给我互动 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了解 如果认同红贺的红贺兄弟会 也欢迎大家 红贺兄弟会 没有什么管理员 没有 它都是自发的 叫自主资 自运营 自传播 自发的 才是真正的 我就是大家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昨天这件事情 好好的珍惜我 好好的保护我 好好的支持我 因为有些时候 我愿意多说话 所以呢 惹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对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监督我 悄悄的对我说 红贺啊 哥们 哎哥们 不要乱说了啊 那些事情咱不说行吧 这都是红贺兄弟会的一种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欢迎大家加入红贺兄弟会 听懂我这段的 请大家互动 好吧 留言 欢迎 谢谢 abol明 欧帝 2024 好